先生外面的那輛池車是你的嗎 我在等著不加威脅 哎我不是 你煩不煩看見有錢人就上來搭檔 你車為停了交警正在添罰單呢 誰站第一次見面就叫你的臭蘋果 這可是青森蘋果 你是窮瘋了吧拿蘋果當禮物啊 呦要飯的還嫌飯送啊 這可真新鮮 這不是老同學小慧嗎 怎麼問進來早餐飯吃啊 你眼睛不好 要不要給你找個收益注意一下唄 你 起給我等著 謝謝啊 要不我請你吃個飯吧 算了吧 看你也沒什麼錢 過兩天啊我請你吧 我知道有家餐廳還不錯 那個餐廳的廚師啊真的是厲害 帥哥美女洗洗好吧 老家遭老洪水 中的專家學會了 小兄弟我這裡有點現金就這一點了 你有手機嗎 我再給你掃點 我這裡還有點吃的 你也拿錢 謝謝謝謝 小兄弟 小兄弟 只能和窮鬼在一起 哪個下水道沒關又讓你給爬出來了 你有沒有點同情心啊 你就嘴硬吧 別說啊我沒照顧你 周末呢 露園生態龍莊羽毛球場 有一場啊同學聚會 我男朋友啊 可是那裡的頂級司教 你們不會不敢來吧 去就去 你們有什麼不敢的 你會打羽毛球嗎 會一點點 哇小灰男朋友好厲害啊 估計都有職業水平了 嗯有什麼了不起的 瞎貓碰上是不耗的 哈哈好棒 怎麼樣還來不 打什麼打呀 看見外面那天麥巴赫了嗎 那可是我男朋友的車 你們這是重軌啊 一輩子都買不起 既然是你的車 不如讓我們去嘟嘟烘杯 太好了有麥巴赫做了 怎麼 捨不得我這個老同學做一下嗎 怎麼 進去了嗎 因為啊 那是我的車 什麼 肯定是他們幾個人聯合起來 把鑰匙給偷走了 聽什麼說是我們偷的 吵什麼呢 試用期還沒過的就和客人盯嘴啊 陳經理 你來的正好 這幾個人啊 這次來搗亂 叫保安把他們趕出去 揮 揮總 揮總啊 揮總 陳經理 前段時間我把車停在門口 怎麼又成他的了 原來你就是陸員集團的揮總啊 揮總 是我遠遠不是太山 你啊大人不是小人過 就當我是個T 翻了我這一次吧 叫張跋扈 戰士氣人 我看你試用期也不用轉正了 丟個蛋 揮總 你要我弟的那個米其林餐廳啊 被福興集團給包產了 包產了 他們想幹嘛 請你吃飯啊 我的包產 哎小鳳 下班了 怎麼還來著我辦公室啊 跟老公吵架了不想委屈 這是好登登的 這怎麼了 哎經常吵的啦 今天啊我讓他上交工資 他心不甘情不願的 平時花錢呢又大手大腳的 你說我不管他怎麼存得到錢 我有一個朋友啊 和你情況差不多 但是他說男人出門在外 不管是工作上的應酬 還是生活上的消費 都倆啊 都不能沒錢 怎麼可能 輝哥 我在這裡上班這麼多年 你哪個朋友我不認傻 輝總 啊 輝總 他那麼大的領導 平時看起來就是個女強人啊 當然 別看人家在工作中 四個女強人 但是啊 他在生活中啊 也是溫柔細心的 兩個人的婚姻 在生活中啊 應該互相體諒 謙讓 我為什麼要讓著啊 愛個男的 還要我讓著 吵就吵呗 大不了離婚 誰怕誰啊 小鳳 不是怕不怕的問題 吵架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夫妻很久知道 會在溝通交流 你再仔細想想 你老公他 也是挺偉大的 偉大 對啊 老婆老是抱怨 老公默默承受 男人不善於表達自己的內心 你們啊 只知道每個月的工資 什麼時候到達 他也是經常醉醺醺的回家 但是你們不知道 工作的壓力有多讓人崩潰 就像你們可能不知道 男人為什麼下班 寧願在車裡抽煙 可不願意回家 我們越是習慣一個人的 好就越容易忘記一個人的好 你覺得老公就應該老是踏實 賺錢養家 其實就是我們的固化思維 讓我們覺得他就應該那樣 過日子 哪會沒有矛盾的 但別在情緒上頭的那一刻 忘記對方所有的好 要學會表達情緒 而不是帶著情緒去表達 更不要用吵架來解決問題 因為在婚姻裡吵架 沒有贏家 沒有贏家 因為他不僅是你的戰狐 更是你風於同路的 就讓我繼續這樣的狼狽 就這樣自己對自己體會 感冒了還把空調開到矮時度 你這幾天不是感冒了嗎 這樣吹不得有感冒啊 我就這個是你 媽也是好心 怕你有感冒 好心 我看他就是心疼他的電費 我告訴你 這可不明拿鄉下 這麼熱的天空調不吹 買空調的幹嘛 你這說的什麼話呀 我怎麼說話 難道我說錯了嗎 你看你媽穿的 我讓她不要穿不要穿 她們又要穿 現在外面鄰居啊 你都不知道怎麼議論我們 你怎麼跟媽說話的 我說錯了嗎 結婚的時候說了不一起住 結果你媽來了 哼說不打擾我們 結果呢 說話要憑年薪 要不是我們老家的房子才先 我們拿什麼錢買這個房子 媽就應該過來跟我們一起住 盒子 你們才是相親相愛一家人呢 我就是個外人是吧 那好我走 哈去 你快去攔住他 媽你別管了 他東西都沒帶 應該去他哥那裡了 妹妹你怎麼來了 我哥呢 你哥在家呢 哥 你還挺會享受的 一邊喝茶一邊玩遊戲 但是要不要一起來玩 哎呦 等我心情好一點再玩了 這是怎麼了 誰氣我妹了 高哥 還能有誰啊 那個家 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睡得好好的 他媽給我空調給關了 哼 這一次他媽不搬走 我肯定不回去 我算是可以明白了 妹妹 你說的對 婆媳關係難相處啊 就不應該住在一起 這樣 明天啊 我讓你嫂子啊 把他婆婆也送老家去 不行啊 就送養老院去 哥 你瘋了 那可是咱媽 妹 你媽是媽 別人媽就不是媽了 阿君給我打電話說清楚了 你婆婆擔心你感冒 把空調關了 他也是出於好心啊 你婆婆那人我知道 沒啥話心思 哥 我就知道你搬著別人 他們是外人嗎 我這是搬你不搬親 你說說 你婆婆從來了之後 你是十字不張陽春筍 人家節約 也從來是對自己 對你們 從來都沒有磕磕過吧 是 她是從農村來的 可能和你們的生活上 有點小衝突 可是晚上到三倍 誰又不是農村人呢 是啊 妹妹 作為而行 我們更應該理解婆婆 而不是嫌棄她們 僵心比心 日子才能過得好 哥 嫂子 我知道錯了 都說啊 嶄生如婦 你現在這樣子啊 也是我在耽搁的 沒教育好 走 我們啊 一起陪你回家 給你婆婆 嘿不是 你好老闆 請問一下 你們吃的米飯 多少錢一份 最便宜十八 這麼貴 是這樣的老闆 我在你們對面 工地上面幹活 因為啊 半年沒有發工資了 你看這樣行不行 你給我打一碗米飯 然後加一點青菜 我給你五塊錢 可以嗎 五塊錢 你得跟我開玩笑嗎 是不是就給我出去 五塊錢 我怎麼掙錢啊 看你是要穿的 脏兮兮的 別人看就都不想進來了 趕緊給我走 老闆 平凡 哎 你小偷 打人了 打人了 誰打人了 你這小偷真有意思 你沒偷東西了嗎 你沒偷東西 你跑怎麼跑 要不是剛剛這位大哥看到 你就折騰了 年紀輕輕的 不好好去奮鬥 硬幹一些偷雞摸狗的事 來 我過來 我燉好了 燉好了 聽到沒 待會啊 我送你去一個管吃管做的地方 大哥 多虧了你 要不 我請你吃飯吧 不用不用老闆 我這個人啊 沒別的 就是啊熱心腸 待會 我去賣點個饅頭就可以了 哎 沒事 我那個手機啊 也要大幾千 要不是你好心啊 就被他偷了 那 行吧 謝謝老老闆 好嘞 來這邊坐 老闆 給這位大哥來個牛肉飯 好嘞 房東 你的飯來了 好 給這位大哥 謝謝 毛毛 人不可貌相 雖然這位大哥啊 穿的美女好 但是人家的心啊 可比你好多了 別看你是這家店的老闆 但是我看你啊 一點都不會做生意 明天你這店鋪 不要再失業了 啊 大哥 今天這次啊 多虧你了 沒事 這都是我應該做的 但我已經買了 來 你拿著 不用不用 這我不能用 哎 大哥 回家沒有困難的時候 這錢啊也不多 你先拿著啊 硬硬急 好了 你先坐著 我帶這傢伙 你先走了 謝謝老闆 不明知北 我是誰 我為誰 也無所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